大家好,欢迎来到龙音卫视的特别专辑 今天站在我身边的 这是我们一位著名的底特律汽车人 大家好,谢谢Lisa 我的名字叫Richard 中文名字叫湖南 很高兴,谢谢 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公司 是,我现在服务这个公司 是一个美国的T1的supplier 叫BorgWarner 我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 我负责这样一个全球的业务在公司里面 BorgWarner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 想把自己投身在全新的汽车电计划的浪潮中 那么我也很高兴,很有幸 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一个浪潮 您的这一路经历过来 在这个汽车行业是滚打了这么多年 这里给我们的观众也介绍一下 就是您的一些个人感受 就是在汽车行业 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演变 我觉得未来这个汽车 大家都在谈汽车心思化 那么电动化互联化智能化共享化 那我想作为一个汽车人 从业了20多年汽车人 一定要这个embrace这个变化 那未来的汽车行业呢 我觉得是会是disruptive innovative的变化 那么今天就像我们今天跟Lisa 跟其他的朋友在这边谈了很多 我们作为汽车人 我们需要upgrade自己 要keep updated keep innovative keep being resilient 要做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这是我觉得接下来成功的秘诀 所以刚刚啊 胡总的你的这个成功秘诀 我觉得它是应该可以apply to anybody is that right 是的 要成功就要向胡总学习 谢谢 向Lisa学习 非常感谢我们 我们今天龙音卫视能够邀请到这样一位 这么励志的这个老总来在我们这里做客 非常感恩 也谢谢胡总对龙音卫视的支持 非常感谢Lisa 非常感谢龙音卫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